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可得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民进党的前立委的候选人,陈俊翰律师过世啊,可能会成为王志安的难关呢,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王志安与陈俊翰的一个关系啊,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很熟悉了啊,我今天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关于啊,陈俊翰与王志安的关系啊,主要是啊民进党啊,只称王志安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节目之上啊,嘲讽了这个陈俊翰 但是我相信啊,有点良心啊,长眼睛的人都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啊,王志安为什么那样去做,主要嘲讽的其实是民进党 其实跟陈俊翰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啊,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玩法嘛 然后把王志安打为那个敌人,打为那个道德败坏的人呢 总而言之啊,王志安你就是个大坏蛋啊,你嘲讽了这个残降人士啊 然后这个陈俊翰啊,所以说呢,你突破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底线呢 所以说呢,陈俊翰在当时也就成为了民进党手里打击王志安的一个工具啊 这就是陈俊翰与王志安的一个关系啊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对于陈俊翰的一个感受吧 我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的一个观感和看法 首先呢,关于啊,这个陈俊翰个人的一个身份啊 他是一个民进党的党员,我必须得承认啊 这是一个优秀的民进党的一个党员啊 然后尤其是最近啊,这几个月里边啊 陈俊翰算是啊,为了这个民进党赴汤倒海 为了民进党的大选,为了民进党与王志安的这个矛盾呢 算是付出了他的一切啊 哪怕走到现在,陈俊翰过世 也是啊,继续在为民进党发光发热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啊 首先啊,关于啊,这个王志安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矛盾呢 王志安在这个民进党的所谓的这个大选的这个场合里边 就直接就表达过个人的一个意见吧 像陈俊翰啊,这样的一个残障人士吧 让身体非常的一个虚弱 哪怕一场感冒,可能可能生命啊 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嘛 然后啊,陈俊翰呢,哪不管这些啊 也是为了这个民进党登上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选举的造势的场合 那么多的一个人 然后呢啊,空气也非常的一个污浊 然后哪怕是这种情况,陈俊翰也登台讲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话呀 所以说呢,你说陈俊翰爱不爱这个民进党 非常的一个爱,为了民进党的这个大选 然后呢,其实他真的是在玩命啊 那么多人,几万人的一个场合跑到那去演讲 稍微有个小感冒啊 这命都可能会没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人家也要登台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王志安与民进党的一个矛盾 王志安上这个脱口秀的这档节目啊 然后啊,被民进党指责啊 王志安嘲讽这个残障人士啊 我相信刚才跟大家也说了 肉眼能够啊,看见的人大概都知道怎么回事 王志安到底嘲讽的到底是谁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然后民进党就拿住了啊 陈俊翰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残障人士啊 立住了啊 自己那个形象 立住了王志安 你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立场啊 然后后来啊 这个新闻越吵越大 这个陈俊翰呢 也接受了很多台湾媒体的一个的一个访问 其实啊 我跟各位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陈俊翰在接受访问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陈俊翰在玩命啊 真的是在玩命啊 陈俊翰指责这个 啊 这个王志安 然后的话你呢 不用向我道歉 你向我道歉 没有用 对不对 你就向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残障人士道歉 你羞辱的是台湾的所有的残障人士啊 从陈俊翰这个表达 我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真的是一个民进党的好党员 为了自己的一个党 为了自己这个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选 玩命 不仅啊 为了大选玩命啊 这个王志安这个人啊 成为了民进党的敌人 陈俊翰也得加上一把油 添上一把柴 然后呢 一定要把王志安坐实成为那个大坏蛋 那个道德败坏的大坏蛋 哪怕对不对 哪怕舔着脸就硬说 你就是啊这个侮辱我了 然后的话也得接受啊台湾的记者的访问呢 然后告诉啊台湾的记者啊 王志安他就是个大坏蛋 然后为什么说他玩命呢 大家看一看当时啊 然后有多少个麦克风堵着这个陈俊翰 有多少记者堵着这个陈俊翰 同样的道理 一个小感冒都可能小命历时没有的一个情况底下 人家陈俊翰就啊 要接受这些记者的访问 这就是在玩命啊 你说对于民进党而言 陈俊翰这种人是不是个好党员 他当然是个好党员 而且呢 陈俊翰现在过世了 然后的话 民进党必然也会加大力度宣传陈俊翰的丰功伟业呀 其实对于个人而言 陈俊翰确实是比一般人要努力的多的多的多 因为本身嘛 残障人士嘛 然后生活起来 一个人生活基本上都没有 没有可能性了啊 据说只有眼珠会动啊 一节小纸会动 自己的生活都需要别人照顾 可是呢 哪怕是这种情况 人家也是啊 考取了好多的这种学历啊 什么台湾的大学呀 台湾的律师啊 对的什么 哈佛大学的硕士啊 密歇根大学的这个法学的博士啊 身体条件如此困难的一个情况底下 凭着个人的一个努力啊 考取了如此之多的一个学历啊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让一般人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人 接下来民进党必然会把陈俊翰身上这个特点啊 一定要做大做强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啊 王志安伤害了这样的一个人 你王志安啊 就是个大坏蛋 不过呢 讲到这儿的时候 我必须得多提嘴啊 我对于陈俊翰这个人其实挺有兴趣的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首先我就看他的这个学经历啊 然后的话我就有点好奇啊 什么叫好奇呢 就是说啊 一般人想努力 确实也不见得能够比这个陈俊翰厉害啊 但是的话 他这个努力啊 他得他也得有个先提条件啊 这个先提条件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啊 这个陈俊翰在哈佛大学上研究生的这一段经历啊 如果各位了解啊 上哈佛大学啊 到底有多困难 对不对 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困难不仅是啊 你考上他非常的难 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他的学费非常的高啊 你在哈佛啊 你上一年啊 这个本科啊 一年的本科 对不对 一年的学费啊 加上一些杂费啊 加上一些书本费啊 大概需要十万美元呢 哈佛的学费非常的贵啊 哈佛是一个私立的大学啊 他学费非常非常的贵 一年十万美元 正常人很难负担得起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年这个十万美元啊 人民币差不多七十万 新台币三百来万 对不对 三百多万新台币 台湾人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对三百多万 一个月合下来 也得啊 这个这个三十万新台币了吧 什么家庭能够供出这种学生啊 对不对 而且本身身体残障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家人为了供他上学 要掏出多少钱的学费呢 所以说呢 陈俊翰家里边啊 确实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啊 对不对 尤其是在台湾岛上而言 陈俊翰家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去看 大家去猜 大家去想就明白了 为什么民进党会如此热爱陈俊翰 以及陈俊翰 为什么对民进党如此的忠心耿耿 哪怕为了民进党玩命他都成 为什么呢 大家自己好好的去想 想一想 大家也就明白了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啊 正常上哈佛大学一年十万美元 但是像陈俊翰更加的特别啊 他去美国上学 他一个人能上吗 他必然要有人陪啊 对不对 然后自己生活 没办法自己照顾的一个情况底下 然后他啊 他身边得有人 这个人是谁呢 据说啊 都是啊 这个陈俊翰的老母亲 一直陪着他 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这个陈俊翰的老母亲啊 在帮他的忙 但是我必须得说 如果只靠他的老母亲 这个学费一年三百来万新台币 对不对 十万美元 那这个钱从哪来啊 天上掉下来啊 如果说陈俊翰家里边啊 然后的话 这个家境非常的优务啊 掏出这点钱啊 他不算钱 那也就用不着 陈俊翰老母亲亲自照顾陈俊翰了吧 家里边能请点帮佣吧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大家也就知道 民进党所宣传的陈俊翰那个形象 多多少少 他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呢 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啊 一个残障人士啊 如此的努力啊 让如此的上进啊 对于一般人来说 他也是一种激励啊 对不对 这一点咱们得肯定 但是啊 我跟各位讲 民进党宣传那个形象 多多少少 他有问题 问题在哪 问题就在于 这个陈俊翰家里面 刚才跟大家讲了 就是陈俊翰 为什么如此的为啊 这个民进党卖命啊 大家熟悉了解啊 台湾的政治环境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 大家也就能够知道 大概怎么回事 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台湾的这个县市议会里边 你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那些议员 他的这个身份 有几个是平头啊 老百姓的出身 都在之前民进党的这个陈水扁 陈水扁啊 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三级贫户的出身 但是这种三级贫户出身的 这种台湾的政客 现在还多吗 对不对 而且呢 陈水扁 因为啊 上的大学比较好嘛 台大的律师系 然后的话 找了一个啊 好的媳妇 对不对 吴淑珍啊 吴淑珍家里边 在台湾岛 那也不是啊 那也不是一般的一个家庭嘛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去看一看 台湾的县市议会 看一看那些议员 在台湾的当地 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啊 那些议员 不是谁的儿子 就是谁的女儿 不是谁的媳妇 那就是谁的儿媳妇 不是谁的姐姐 谁的姑姑 谁的叔叔 反正总而言之 都沾着亲戚呢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吗 或者说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 台湾岛上的人上人 门阀士族 地方派系 高级的外省人 新兴的企业家 然后要维持自己的人上人的一个地位 台湾现在的这一套 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这一套的议会制 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工具 维持人上人地位的这个工具吗 对不对 因为你要选举的话 你必然要依赖金主 只有金主才能够保证你这些政客 能够啊 选得上啊 不然的话 你广告广告做不起啊 台湾的所谓的大型的看板海报 你都弄不起 谁知道你啊 没人知道你 你选什么局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这些政客 你进入到议会 进入到所谓的立法院里边 你所能够做出来的一些法案和法条 你必然要有利于自己的金主啊 不然的话 你的金主还会给你花钱吗 不给你花钱 你的金主 对不对 给你的竞争对手花钱 对不对 你这个啊 所谓的议员 所谓的立委 你还干得下去吗 对不对 讲到这儿 大家明白了一点了没 台湾的这些大家士族 跟台湾的这帮政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而且从这个关系里边 大家也能够看到 这些大家族要维护自己在当地的一个利益啊 陈俊翰家里比较有钱 对不对 家里边 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吧 家里边如果出现了一个像陈俊翰一样的一个病患 或者残障人士吧 然后你对于这个家庭 其实很大的一个拖累啊 对不对 这个家里边做任何的一个事情 可能都会非常的一个不顺 为什么呢 你毕竟需要人来照顾啊 他连个人生活都很难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不对 但是的话 陈俊翰不仅啊 没有发愁被人照顾这件事上 而且人家还能够 对不对 上那种啊 美国的好大学 好的私立大学 哈佛大学 一年都得十万块钱美元的啊 这样的一个学费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可以想象 为什么陈俊翰对民进党 对不对 那么的死心塌地啊 这就是我对于陈俊翰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看法吧 然后有值得别人学习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对不对 也有让大家可以玩味的一些地方啊 大家也可以明白陈俊翰 为什么如此的热爱民进党了吧 总而言之啊 走到现在 陈俊翰个人已经过世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下啊 还在为着民进党 对不对 发光发热啊 接下来 民进党必然会使用这件事情来攻击啊 王志安 我只能多说一句啊 这个民进党未来千万别辜负老陈家 对不对 一定要对得起老陈家呀 这就是啊 关于陈俊翰这个人呢 不过他最开始跟大家聊了嘛 陈俊翰的过世啊 对于王志安来说 可能是个难关 对不对 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嘛 然后只说台湾岛的事啊 咱们先不说别的事 只说台湾岛而言 王志安必然会为民进党要搞成那个敌人 台湾岛这个岛 大家如果了解一点话 大家都会知道台湾这个岛特别的相怨 对不对 有点什么小动物 小宠物的一个事情啊 然后大家就得啊 我好爱 我好爱 真好 真棒 你是不能够说出任何负面的一个声音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就是啊 有点烂情 台湾岛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特别的一个烂情 但是你如此感性 你非理性 对于民进党 对于台湾的这帮政客而言 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你感性 你非理性 你就失去了一个思考的一个能力啊 把谁打造成好的 对不对 然后小宠物啊 小狗小猫 好可爱 对不对 你看看台湾的这帮政客啊 出来选举的时候 都得抱着自己家的猫 都得抱着自己家的狗 大家也就明白了 就特别的一个感性 让你失去思考的一个能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 只要把陈俊翰打造成一个 刚才跟大家讲了 值得大家学习的 很努力的 可怜的 一个残障人士 你王志安 必然万劫不复 在台湾岛而言 对不对 整个舆论环境都会啊 不利于王志安 往下这样去发展呢 而且王志安今天啊 又把他之前写的啊 对于陈俊翰律师的道歉的信啊 又给贴出来了 压起来 王志安已经对这个陈俊翰道歉两次了 只要你道歉 你就有错的呀 对不对 大家一定都知道 台湾岛上民进党这样去玩 那不新鲜 也不奇怪 只要把你立为敌人 你怎么做都是错的 对不对 只要把你立为敌人 你道歉 那就是你错了呀 对不对 那就是你错了 你已经认识到你的错了 你就别说了 你错 你是个 你是个犯国大错的人 对不对 你这个错呢 而且还代表着你道德败坏 对不对 你道德败坏 你不是人了 你都 只要你道歉 你就这种形象 可是呢 现在对不对 陈俊翰个人一过世 然后民进党必然拿着陈俊翰 要去弄这个王志安 因为王志安在台湾岛上的名声 必然对不对 一直往下去掉啊 然后的话 之前跟大家讲过 王志安这个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呢 他让一部分台湾人开始思考 然后尤其是之前跟大家讲过 然后给啊 这个王志安打款 或者说打赏 他分为两种人 一种人是海外华人 另外一种就是台湾人 台湾人在那排着队啊 给这个王志安啊 打赏 认为王志安受欺负了 然后同情王志安 然后的话也觉得啊 王志安说的这些事情也不过分 民进党为什么要死磕这个王志安呢 对不对 其实民进党担心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就是台湾人开始思考了 民进党为什么要针对王志安 王志安拍的那些内容 说的那些话到底有哪出歌 大家只要思考 大家就会发现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民进党以及台湾的这帮政客 所维持的那一套自由民主 他多多少少 他有点问题 这什么偶像化呀 对不对 选举花了太多的钱呢 这样的话 对于民进党这些党吧 这些政客而言 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的话 大家刚才跟大家也说了 台湾岛那么烂情啊 这个岛 只要有点小狗小猫的事 那个表现啊 你真的是啊 令你啊 真的是瞅目的结舌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未来如果有这种事件发生 然后关于陈俊翰这个事 对不对 民进党必然要发威呀 要降低王志安 对于台湾人的一个影响 只要把王志安立为那个敌人 只要把王志安打成那个不是人 打成那个道德败坏那个形象 这个影响也就会降到最低了 这就是王志安 未来在台湾岛上 可能会遭遇的一个舆论的一个情况 王志安未来说台湾任何的问题 他可能遭遭受到的啊 反对的意见都会非常的一个强 来自于台湾岛 来自于台湾人 所以说像王志安 这种记者吧 然后他未来想要谈一点台湾的问题 他就失去了台湾人的支持啊 那他在说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谁还会继续支持王志安呢 对不对 只要你是敌人 只要你是啊 道德败坏的人 只要你是中共的间谍特务大外宣 只要你是一个伤害台湾残障人士的 一个无耻的一个人 你说的所有的话都不会有人听啊 这就是民进党所玩 这还仅仅只是现在 这个这个台湾岛上的舆论而言 还有什么呢 啊 最近跟大家聊 这个日本的这个参议员 为什么要针对王志安 要提交那种 那种公文呢 询问的公文呢 对不对 要驱逐王志安 为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聊过吗 台湾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关系啊 不管是1945年 不管是之前跟大家引述过 星光的无价与日本人的一个关系 等等等等 大家都可以知道 日本啊 对于台湾岛的一个影响力 或者是日本与台湾岛的一个关联 包含之前的这个孤宽敏啊 包含金美玲 这种生活在日本的这种台湾人 跟台湾的政界多多少 他都有关系 而且呢 日本还是台独的一个大本营 日本的政客与台湾之间关系非常紧密啊 民进党只要发动一点这样的关系 就会出现日本的这种参与员 来驱逐王志安 对不对 来提交驱逐王志安的这种提问和询问的公文呢 那你说王志安未来在日本 他怎么待呀 其实这就是民进党 这就是啊 所谓的那一套啊 自由又民主的那套政治制度啊 你千万别成为他们的敌人呢 尤其啊 你是个个人 对的 为什么台湾岛这个政治环境一直以来都是啊 非蓝即绿 非绿即蓝 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阵营 你才能够生存的下去啊 为什么在台湾岛上 你是个个人 对不对 你有点个人的想法 你永远出不了头 你必须要玩那种党同伐异 对不对 你想要出人头地的话 你说我是个个人 我对于任何的政党没有任何的依赖啊 你玩不下去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看台湾的立委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无党籍的这些立委 他背后都有依仗 对不对 很多的无党籍的立委都跟国民党有关系啊 也有一部分是跟民进党有关系的 必须背后有依靠才行 对不对 你必须要玩党同伐异 没人跟你说真实 也没人跟你说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跟大家讲 王志安在台湾岛上拍的那些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对不对 那些什么啊 观光车的这个司机啊 那些出租车的司机啊 其实这个台湾岛 台湾岛上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个情况吗 都知道啊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蓝蓝营的媒体 绿营的媒体不知道吗 都知道啊 为什么之前他们不拍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不拍一拍啊 这个对方阵营的支持者 那种比纳粹还纳粹的形象 对比傻子还傻子那种形象 他为什么不拍呢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玩法里面嘛 千万别掀桌子掀桌子 你就是让大家都吃不上饭 你让大家都吃不上饭 大家就给你拼命了 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的那一套所谓的自由又民主的那套玩法的规则和核心呢 你王志安对不对 你是个外来者 你一个外来者 你拍台湾岛上蓝蓝营媒体绿营媒体都不会拍的那些内容 你说他们都不会说的话 而且你质疑了台湾的所谓的大选 什么偶像化 什么太花钱 你质疑了这个 你就是要掀大家桌子的人 大家必然要发动起来来弄你 台湾岛里的舆论 网不利于啊 王志安这个方向去发展 哪怕到日本也让你啊 往下走的不顺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关于啊 王志安最近在日本华人圈 然后闹出来的这些问题啊 比如说日本的参议员 还有日本的地头蛇 日本华人里边的这个地头蛇 对不对 都跟王志安作对 王志安在日本好过吗 明面的手段玩不过啊 这个王志安 按理的手段还玩不过你吗 对不对 让你见识见识啊 对不对 什么叫民进党的铁拳 这就是王志安 接下来要遇到的一个难题啊 接下来王志安 对不对 只能够跟台湾的民进党撕破脸了 对不对 这就是啊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啊 如果说王志安与民进党撕破脸 那民进党也啊 乐开了花啊 为什么王志安接下来要跟民进党撕破脸 因为你再道歉 你就怂了彻底怂了 对不对 民进党现在都已经把这个屎盆子 已经扣到王志安脑袋上了 现在陈俊翰啊 这个过世的这个消息 永远都得挂上一句啊 被这个大陆的媒体人王志安嘲讽了啊 被大陆的媒体人王志安嘲讽了 无论是啊 网络媒体 纸面媒体 还有啊 电视的这些媒体 大家去看一看 亲绿的这些媒体 基本上啊 这个这个帽子已经给王志安扣上了啊 报道 陈陈俊翰律师 过世啊 就得加上一个王志安 你嘲讽了我们台湾的残障人士 好可怜的残障人士 你王志安大坏蛋 虽然说大坏蛋 他们没有说 但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说呢 王志安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底下 你说你要道歉 你继续道歉 你怎么样道歉都没有用 你再怎么道歉 你都是个坏蛋 你道歉了 就是你承认了 你是个坏蛋 那你要顶着来呢 其实顶着来 未来是个必然的趋势啊 然后的话 其实啊 很多王志安的啊 这个知识者啊 我估计啊 也能够想明白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讲的 这个陈俊翰 那真的是哦 为民进党卖了命了 玩了命了 对不对 这个陈俊翰的过世啊 跟啊 这个陈俊翰感染了感冒 他相关 最近这段时间 都在陈俊翰 一直抛头露面呢 然后的话 其实这才是陈俊翰 过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谁害死了陈俊翰 那就是陈俊翰 所爱的那个民进党 但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 陈俊翰 对不对 他愿意为民进党卖命啊 他愿意为民进党玩命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把这个话说出来 其实啊 到最后啊 会让王志安与啊 台湾岛内的舆论 越来越针锋相对 这个东西也没办法了 你道歉 到最后这个帽子给你扣上 你顶着来 对不对 没准还有一线的生机啊 接下来 王志安与民进党 这个斗 会往越来越激烈的 那个角度上去揍啊 不过呢 刚才跟大家讲啊 民进党 对于这种情况 乐开花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目的嘛 民进党刚开始 把王志安称之为大外宣 称之为什么 中共的间谍 中共的特务 对不对 其实就是想要打造一个 敌我的舆论 这样的一个环境嘛 打造出敌我的意识形态 这种这种环境嘛 只有把你打造成敌人 你说的所有的话 你都是为了伤害我 你说的所有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民进党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都失去了你想要的 那个效用啊 对不对 接下来 这个王志安与民进党 这个矛盾 必然愈演愈烈 那愈演愈烈下去 民进党 那个目的 也就成功了嘛 然后的话 敌我的 这种意识建立起来 也就成功了 不过呢 对于王志安而言 那接下来就要看 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啊 这个民进党了 对不对 你民进党假台独啊 你民进党骗啊 台湾老百姓 如果能够坐实了 然后王志安可能还能够有挽回的一个空间呢 但是的话 毕竟真的是没办法 单打独斗啊 面对一个政党 面对台湾的一个政党 民进党 对不对 而且呢 面对的那么多的啊 跟随着民进党的一些台湾的老百姓 里边有非常多的像陈俊翰这样的人 想要为民进党卖命的人 这个这个王志安的这个敌人 确实有点多 更何况还有 对不对 大家所熟悉的啊 大法系的这些人 更何况还有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有些啊 今日的啊 恨国党的一些华人的群体 也是王志安的一个敌人呢 也有一些啊 老民运啊 对不对 劳工日啊 这样的一个群体 也看王志安不顺眼 王志安现在真的是啊 敌人稍微有点多呀 然后陈俊翰过世的消息啊 能不能够让啊 这个王志安被击败 或者说王志安能不能过掉这个难关呢 咱们也继续啊 等着看吧 王志安接下来将要如何应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